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新宇的采访报道 有什么死罪或者有什么更严重的罪 如果需要枪毙的话 那么中国警方把王华这个人枪毙了 那么枪毙的名字是王华 但是死的是中军 这个人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了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非常地可恶 然后但是我们向中国政府各级部门求助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点信息 没有人理我们 但是中国就是像国安部的人 也化妆是有军的同学 还有四川市公安厅的人 不再跑到有军国内的家人家里 就国内的父母姐姐家里去威胁他们 就是说你们的家人在网上发表了什么 反共反党的言论 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往外说等等 说了很多威胁的话 那个时候有军的父亲80多岁了 乌鲁木齐终极法院星期一 首次审理七五事件案 七名被告全是维吾尔人 其中六人被判死刑 请看本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上午十点开庭 法院网友的在三个法庭同时审理三起案件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提出谴责 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 当地律师张先生认为 北京维川律师滕彪认为 中国政府官员往往太迷信 这种严打的威慑效果 而不是注意去研究 真正的事件发生的原因 而触发乌鲁木齐骚乱的 广东韶关玩具厂 汉族以围族工人冲突案件 两名汉人处犯 分别被判死刑 及无期徒刑 滕彪认为 有这么多死刑判决来起到震慑作用 那很可能会加剧 汉族跟围族的矛盾 不利于解决问题 法院首批七五骚乱案件 另有14被告 涉及三起案件 也将于近期审判 广东东莞一家鞋厂老板潜逃之后 数百工人被村委会困在厂区 一度情绪激动突围 官方解释相关措施 处于安全考虑 请看本台特约记者丁晓的报道 去东莞后街东冲街道的唯一鞋厂 工人们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时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锁在工厂内 并有保安人员层层包围 本台周一致电当天 曾参与协商的后街劳动部门 询问有关限制工人人身自由仪式 一名要求匿名报道的工作人员解释 而致电冲口村委会 接听电话者对于非法拘禁仪式 他不做回应 在后街从事劳动仲裁法律服务的 彭律师任 激进的话那这个就肯定违法了 这个限制人身自由 那清凡能对一个人身传递问题 除了我的话很少 因为最要考虑到围传的成本问题 很普遍的就是接受80%或者70%的一个工资补偿 那就要回家了 或者领导工作 访民李淑莲在羁押期间死亡 消息遭全面封锁 死者家属被阮禁在宾馆内 而访民被殴打之事还在发生 请看本台特约记者丁晓的采访报道 李淑莲的儿子宁海璐周一告诉记者 家人提供过协助的北京维权人士王力宏 曾到龙口希望能够见到遗体或者其家人 无功而返 他只能不断在网上发出呼吁 龙口当地政府任意侵犯访民人权的情况 并没有收敛 上周被从北京解访回乡的李春华 因与王力宏等人相约见面 中途再次被当地镇政府和派出所官员劫持 北京继续加大打压互联网的力度 谷歌文档服务最近一周出现访问受阻的情况 群体博客网站可能吧 原本谈论被阻状况及原因的文章已被删除 请看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新宇的报道 谷歌文档服务Google Docs 最近一星期已经很难在中国访问 目前使用HTTPS访问谷歌的文档协作服务 会被自动评蔽 南网络活跃人士周曙光 中文维基百科管理员士周 流行的群体播客网站可能吧 当中原本谈论谷歌文档服务被阻碍状况以及原因的文章已经被删除 于是致电此篇文章作者可能把网站负责人想问一下是不是被删了 北京当局在十一国庆前已不断加大防火墙GFW的功能 许多破完软件相继失效 如今又针对GFW无法审查的谷歌文档服务Google Docs做了评蔽 空间还有多大 不断突破封锁的时间还有多久 中国三聚氰安毒奶粉已经导致数十万儿童患胜结石 而近期一篇名为毒奶还将残害谁 名下在线疯狂黑奶收购站的帖子再度引起恐慌 请看本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上周六在凯迪网络天涯社区等热门网站 网友披露宁夏青铜峡市出现街头牛奶收购站 照片显示送来者用农用三轮车将鲜奶运到收购点 而装载鲜奶的是规格不同的铝制奶瓶 散装牛奶被倒入一个秀迹斑驳的大铁桶 再输送到一辆经过改装的油罐型货车 发贴人表示一辆经过改装的贯车 几个穿着泼烂的农民工 就是整个奶站的全部质量检测何在 这里收购的大部分鲜奶将直接供给那些奶制品制造商 广州日报星期二报道成 网贴再次在网络引爆成网友最关心的焦点话题之一 宁夏青铜峡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晓明表示 这样的原料奶收购方式无疑是违反国家相关规定 也正在追查 劫师宝宝之家负责人赵连海表示 完全没有这种监管的这种介入 民众的声音呢 也即便表达了也得不到这种重视 非常悲哀的一个现状 制度不改变问题仍然无法改变 根据官方去年公布 毒奶粉造成39万多名儿童患泌尿系统疾病 其中6人死亡 但民间统计的死亡婴儿是12人 目前仍然有许多毒奶粉受害者 病情持续甚至加重 家长心肌如焚 江苏连云港的节食宝宝家长 乡亲育 最近每天的超市抗疫 是的 但是我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 赵连海表示 目前仍有许多节食患儿 因家庭贫困 无前一致 四川八中的节食患儿 杨欢的父亲杨 要不也要签电话和报 所以说没钱要忘了 也都去不了 只能在这边找手自然 看着还是方身积水 还有贼金 索身的话 可以积水的加重 原来是1.2 现在是1.7 赵连海表示 我们不想过多的去考虑政治啊 等等的 但是我们最后明白的一个道理 我们不去思索是不行的 以上就是这次的亚太联播节目 谢谢收看 我是石山 我是饶一鸣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